很多话有养三角梅可能发现这种土长的枝条 恨不得马上把它修剪掉 因为这种枝条它消耗的营养非常多 所以给它修剪之后 可以让它储存养分 长更多的新芽 但是如果大家把握不好的话 修剪之后照样长不出新芽来 原因是我们修剪的太早 也就是这条枝条没有出现木质化 就给它修剪的话 储存养分不够多 那么它长出来的新芽也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 大家一定要等到这个枝条出现木质化 我们再给它修剪 就像这条枝条一样 木质化了之后修剪 那么它就从这个地方长出了两三条侧芽出来 这样的话开花树梁才会倍增 那么为了这些枝条能储存更加多的营养 生长得更加顺速 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补肥 因为秋季是三角梅快速生长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给它补肥的话 最好给它使用这种有机肥 这种有机肥风干的养分 可以让这个土壤疏松透气 让这个根系长得更加的发达 更加的好生长 还能给它补充各种微量元素 不容易让它缺乏某种营养元素 导致生长不良 同时我们最好结合一些复合肥来使用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所以我们要给自己的三角梅做修剪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些技巧 千万不能急 也不要等得太久 等得太久的话 它消耗太多的养分 也是会影响到新养生长的 我们只要抓住时机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下期见